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之前呢小趴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磕金呢?还是不磕金呢?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磕金 好的,这里12点多的时候 大晚上有个插家贼欺负我们的赢友欧布老司机 他说小趴小趴你快来我打不过他 结果我过来就把这人给秒了 这有点简单呀,是吧 咱们磕金呢,首先肯定要磕那个98块钱的基金了 我到16庄才把这玩意给磕了 我也是太能坚持了 磕完之后呢,咱们就去邮箱把这些东西领出来 有2000的小太阳,25000的金条 还有好多配方产业 然后呢,买一张性别转换卡 没错,这就是小趴要磕金的目的 就是换性别 咱们呢,可以换四个发型,四个脸型 最终呢,小趴选定了脸型3 但是在发型1和发型3之间 我是比较纠结 考虑到新出的那个服装比较慢 所以说呢,发型3似乎不太适合那个服装 最后呢,小趴选择了发型1和脸型3 直接变性 小趴从小姐姐成为了一个猛男 接下来就是小趴为什么要选择磕金的问题了 我这个号呢,现在磕不磕金其实都已经无所谓了 但是,看到这个新服装 踏浪临风 哇,这肌肉 这线条 这跟小趴我身材是一毛一样呀 所以说,我必须得磕金换一个男角色呀 是不是? 这样你们就能理解我为什么磕金了吗? 好的,记得帮小趴点个关注哟 下期再见